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我要开学了 混账小子 让你来我这里兼职真是亏大了 别那么小气嘛 你整整一个寒假天天吃云吞 反正你的云吞卖不完 我这个小店迟早被你吹垮 不要磕磕我的工资哦 我知道你在前台柜子里 左边抽屉下最下面一本杂志第十六页 你偷偷藏的方前 不要生着 通知就发到我的微信红包吧 我先溜了 天小夏 有空就过来兼职 我这里 人手不够 好 知道了 老天 你们在天上看到了吗 这小子一个人 非常努力地生火战 人品大爆发 再抢了俩转运红包 是真超 人品大爆发 淡定点 加快速度 很好 没人发现 只要弯下腰假装绑鞋带 刚收上的保护费怎么少了一般 不会是你想私吞吧 肯定是赎钱 刚刚掉了 是学校的恶霸 他们过来了 老大 那个人好像是我们学校的 损失的一百 从他身上补回来吧 原来是你个穷鬼啊 看到我居然没有溜走 胆子肥了不少啊 好饿 好穷 好冷 穷人的世界没人懂 滚开 别想碰我的一百块 这小子 脑壳瓦特了 老大 快看 有美女 好像在我们学校看过她 她是神势集团董事长的独生女 神大小姐 神灵 班上的神灵同学 她好像在对我笑 天小夏你 是神灵 昆秋 好重的拳 但脚下的一百块 居不能暴露 你无端端打我干什么 打的就是你 我什么时候招惹她呢 这是 绑架 喂喂喂 你倒是放手啊 不假 把他们手机扔了 我的手机 第一次遇到抢劫 好恐怖 得快把钱收起来 怎么多了个男人 都叫你们手脚利索底了 我也没想到 大小姐利息那么大 一个大男人 居然被她拉上来了 算了 不能节外生枝 一起带走吧 这也太没人性了吧 这完全不关我的事啊 要抓抓她 忘了我吧 呀呀呀呀呀呀呀 一个没有正义感的渣渣 你打死你 赶快住手啊 从刚才就这样 还说这次不让我跑掉 我究竟什么时候惹了你 你不记得昨天 在人民路里做了什么吗 昨天 人民路 摆家乐超市 昨天有试吃活动 小兄弟对不起啊 大哥哥赶时间呢 小兄弟 就是那个啊 本大小姐这么漂亮 你居然叫我小兄弟 你死了 混蛋 别弄死这风格 给我 给我停下来 搞清楚你们的状况先 你们被绑架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是获得鬼族神勇力量的神赐者 你们不知道也很正常 你们只要知道 我拥有的是神的力量 保住他们 都是因为你 我才被卷入这么恐怖的势力 所以你要对我的手机负责 这家伙居然最担心的还是他的手机 我可是一分钱都没有 你们 该不会撕票吧 只要你让大小姐 叫他老爸赶紧给赎记 我们可以大发慈悲 把你一起放了 怎么这么多废话 快走 进去 这是 爸爸妈妈 这孩子 今天怎么了 不要让小兄弟 下小关 爸爸妈妈会跟平常一样 准时回家的 爸爸妈妈 帮叔叔 爸爸妈妈呢 小子 愣什么 快进去 不 不 不要进去 会死 放心 没拿到钱之前 不会让你们死的 你震定点 他们只是要钱而已 等我爸爸交了书金就没事了 看来神灵大小姐 还是很识实物的 不 我从小就拥有超人的第六感 这里面 一定有什么东西 绝对不能进去 走你 那种压迫感没有消失 反而越来越强烈了 你的第六感 是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 我能感觉到这里 一定有事发生 而且 是不好的事 这次这么强烈 跟我小时候那次一样 虽然失格了很久 但是 不会错 你小子 这个时候还在泡妞 想到你 哥也喜欢给女孩子 讲鬼故事 吓得他们抱紧哥 你这什么第六感 感觉弱爆了 相信我 不要怕 看来这小子 动作可是很快嘛 我会 保护你的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都 这 这是 这是 游怪吧 实在是大的吓人 王局的 游怪 不恐怖的怪物 特别杀死吗 别出声 别让它发现我 它的第六感 竟然真的营严了 老大 你 蠢蛋 这个是牛魔王的勇怪 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你们不死 我就得死 所以 你们去死吧 这人杖 比向心中还要无耻 喂 准备好 我们要翻滚了 准备好了吗 别出声啊 别发呆啊 快起绳子 痛 绳子什么时候 那些擦伤 是因为它 一直护着我 你 想干什么 放开我 人 走 你愣着 快跑 好痛 你还是女孩子嘛 拳头怎么那么重 谁让你突然 快跑啊 神灵 可恶 快逃啊 你 为什么不自己逃 把女孩丢弃 这是家禽都不会做的事 好吗 糟糕 跑不掉了 啊 啊 咦 怎么 哇 把建筑物破坏成这个样子 就算说拍戏 也没人会信吧 这 这 这是什么情况 高年级的一中小花 苏巧葵 咦 这不是神氏集团大小姐 神灵吗 你们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 像这种身材的小花级美女 你居然不知道 神氏集团 这种大财团的前景 谁会不知道呢 就算是牛魔王也好 也只是钢银型的勇怪 一定不稳定 看来牛魔王的神勇 是我们的了 银九耀 在 石小 在 鲁宋 在 听我号令 什么招都行 干掉它 看招 麻痹不住 看我吧 我差了 真 林轩 剑 鬼手 这帮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这到底是什么能力 游戏结束 等热浪散去 收好神勇 准备撤 是 你 你们 发现了我们的秘密 谁也别想活着走 是 是 什么 等等 哎呀 骗你们的了 会长又来了 空有一副美貌 但是老不正经 爱吓人 能力教会吧 牛木王的神勇是我的了 抢怪 哪来的小土匪 像空手套白狼 早上天哪你 神勇 到手了 小姐姐身材真不错 不该看的 别看 可恶 被打掉了 兄弟们 快接住 不该拿的 别拿 灵九要 快抢 对 队长 我们被绑了 混血绳 你隐藏得不错 但我们早就知道 你们 是专门抢夺神勇的 没错 就是我们猎神族 这个牛魔王神勇 我们就收下了 解药 快抢神勇 牛魔王神勇 掉进了小夏 不好 那里有人 那是 什么 难道 这就是神的陶勇 王伯传说竟然是真的 只要得到神勇 就能获得神的力量 成为神伺者 你是不是能随心所欲 心想事成 从此过上超级豪门的生活了 我来啦 我要迈向人生的巅峰 迎接我崭新的未来 Oh, A-C-O-Ya! Oh, A-C-O-Y-O-IE! 哈 呀 Hold your breath 非常izada 你这只蠢鸟 就不能干好件事 老大的捆先生 不也是没绑住美女吗 别废话 邪妖 去抢 是 不好 小心 快跑 你以为能捆得住我 可恶 这丫头不好对付 逃不了多久 好痛啊 发生了什么事啊 神字复腾的时候 是最脆弱的 要抢夺牛魔王的神勇 这是唯一的机会 神灵 忘记神勇 只要在融合阶段 就有了护主的能力 我干嘛连靠近他 他做不到 难不成 这次要白猫火了 这小子 有这么大的虾兵神勇砸到 也没砸死 真是走了狗屎运 吸收了神勇 却没一点反应 虾兵神勇 果然是最扎神勇中的战斗技 还有牛魔王 我拿个安慰奖吧 成为我的营养虾吧 怎么办怎么办 这虾子真想杀我 什么 吓死宝宝了 他躲过去了 不可能 是运气吧 我顶不住了 这一次 就算你运气爆点 也躲不过去 不是吧 一个就够可怕了 还来两个 什么 真的是运气 还是看穿了我的分身 完了 快撤 定了 小兔崽子 算你总运 这帮家伙究竟要干什么 我差点就被杀了 恭喜你们 成为了神赐者 运气真好 这样也能让你意外 得到牛魔王神赐 算了 说对吧 你刚说我们 也就是说 我也成为了神赐者 对 你被有史以来 最巨大的天降神勇砸到 恭喜你 有史以来最大 那我岂不是 无敌了 恭喜你成为了 虾兵神勇 虾兵神勇 是发泄的神勇中 能力最弱的 通俗的说法是 最渣神勇中的战斗 神赐者中的 营养虾 神勇都是越扎越大 也许是体型大 砸到人的概率也高些吧 分分钟砸死人好吗 藏天了 大地了 为什么 给你们个忠告 最好隐藏自己的身份 就算是再弱的神勇 也能让凡人 瞬间拥有神的力量 更能提升 其他神赐者的力量 黑市至少 价值五十万 就更别说 牛魔王这种 王级的神勇呢 简直天价 也就是说 我现在身上有五十万 那你也得有命花 不要被人夺勇而杀死 虽然五十万 确实是不少的数目 但也不一定 非得杀人吧 神勇 一旦跟凡人融合 就无法分离 除非 死亡 唉 真是个残酷的事件哪 好了 白忙活了一天 我们走吧 如果遇到麻烦 可以来学校找我 你们可以选择加入我们 唉 你又想耍流氓吗 他们真是命大 差点就被砸扁了 你 你又救了我 你的第六感真灵烟 第六感 就算是成为了神词者 还是一样要早起啊 好像一切 还是跟往常一样 看来我还是想的太多了 神词力量 神词力量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完全没感觉 要要要 居然还能活着回来呀 既然回来了 就把吃了我的给我吐双份 真倒霉 又是他们 吃 吃啥 我不懂你说什么 不知道是吧 那我帮你回忆一下 那我帮你回忆一下 好 怎么回事 他的拳头 怎么突然变这么慢了 不对 是我的反应变快了很多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敏捷了 这就是我的神词力量吗 说起来虾兵确实是水匠 说起来 我的手机还在你们那儿吧 你 你想干什么 别打了 小子你给我等着 这是神灵的手机吧 正好找机会还给他 才过了一晚上 就把神词力量 用到这种程度 看来你的悟性不错 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跟姐姐混 出了事有我照你 呀 上课铃响了 要赶紧上课了 我就不和你聊了哈 算了 这次就让你先走吧 但你迟早会回来找我的 庆祝一下拿回了手机 今天加菜 运气不错 虽然躲过了第一次攻击 但是新手就是新手 能力的运用还差得远的 我给你个忠告吧 神赐力量可不能乱用 会暴露你的位置的 弱肉强食 不错也太弱了 到抵御慢慢后悔吧 不行 尸首空拳 更多无法抵御他的攻击 你 你必须想个办法 快 快 我们死在这里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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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 神 什么 你才刚成为神赐者 怎么可能做到 你才刚成为神赐者 为什么能够做到 可恶 你们谁有等级比我还低 哎 被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自己也太厉害了 去死吧 弱虾 怎么可能做过我全部的攻击 趋吉避凶是人的本能好吗 狗狮 我可是鬼族神赐者 不可能奈何不了提这只弱虾 神魂控制 等我控制了你的身体 就任我愚弱了 这 到底 你 就跟铁铁神赐力量更有不同 但所有人的脑运 应该都是差不多大小才对 你的脑运 怎么可能比这条人大几倍 这么大的脑运 我根本无法掌控 虽然我也不太懂 但你是一凡 做主 不 不要杀我 我不想死 求求你放我 放过我吧 在你作恶的时候 杀 有想过其他人也不想死吗 我也不想啊 我的鬼族神赐实在太弱了 我跟你 都是神赐的最底层 不想死 就只有变强 为了活着 就必须不择手段 回事就能进化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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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控制了 怎么了 也对普通人下不了手吧 是啊 他们只是被我的神赐操控的 无辜人哪 杀了他 你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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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我要冷静 我要冷静 我是神赐者 一定有办法 那天我感觉到水中碰泉水的波动 然后就能控制水爆炸 后来 能感觉周围小范围的水气 我能控制水 可是 哪里有水 杀了他 杀了 杀了 可恶 刚才控制他失败 导致了凡事 得赶紧解决掉他 有本事 你就只冲我来啊 我要牵连别人 为什么到灵头了 还特不困人 什么 好 下边能控制触碰到的液体 没想到 这小子居然用血 可恶 难道 我要死在这种低级神赐者手里了 算是 你怎么还不动手 差点忘了 你是新手 第一次杀人总是很难的 杀人的感觉太美妙了 杀第一个 就会杀第二个 神永远跟着进化变强 为我的进化 献上你的性命吧 没错 杀了我 你就能变强 神赐者的世界就是这样 为了生存 我已经杀了很多人了 你也会一样 求为神赐者 谁也逃不掉 像你这种人 根本不可能活下去 你今天不杀我 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杀了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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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小夏你居然还活着 真不赖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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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